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的話 它是FT的函數圖形 這個的話呢 這是S S就是Y 這是T 那麼他問說 這三個極限等於多少 有可能不存在 然後存在的話我們來看它的極限等於多少 就是說這個函數的話 在T那一點的極限是多少 T等於負二那一點 負二的話就這一點 左極限靠近過來是0 右極限靠近過來也是0 所以它左極限等於右極限等於0 所以它極限值是0 再我們看 負一這一點 它從左邊靠過來的話 極限值是負一 從右邊靠近它是長數函數 也是負一 所以它極限值是負一 再我們看 當它從左邊靠近的話 從左邊靠近的函數值是這些 它的左極限等於是等於負一 也就是說Limit T 趨近的0 這個負 從左邊靠近 負 FT 這個等於多少呢 等於 這函數值都是負一 靠過來 這是負一 但是它右極限 Limit T 趨近於0 正 FT 它從 0的右邊 0的右邊 它函數值都是一 這樣靠過來的話 它極限值是一 這是一 所以它左極限不等於右極限 所以它是不存在 C 是不存在 C的極限值不存在 就在0那一點的話 它左極限不等於右極限 所以它極限值不存在 所以C小提示不存在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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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